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们 合作拍摄了一首原创MV 在我们的记者前去探班时 王俊凯和同学们一起放飞了纸飞机 放飞了他们的青春梦想 拍摄MV 等于歌手出道的王俊凯来说 是家常便饭 但此番在自己学校 北京电影学院拍摄MV 感受却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MV是由我们电影学院的 各个学院的学生们 师哥师姐师妹师弟 大家共同来创作的 那么也是为了去表达 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然后通过调动本年级优秀的 青年学生跨戏联合拍摄 这样一个方式 以一首青春路上的这种MV的形式 原创MV的形式来展现我们北颖青年 对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这种纪念 以实际行动来体验这种五四精神 然后来传递五四精神的这样一种理念 你们喊开始 来 帮你注意 三 二 一 飞 MV拍摄现场一水笑油 让王俊凯十分放松 不过在拍摄放飞纸飞机的戏份前 王俊凯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这是啥呀 原来你是现学现代 没有结果 让我先学一下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好手 说的特质性 然后这个是你飞的最严重 这样 然后那个脚折到中心里面 这样 对 飞机就好了 你也不会飞翔吗 不是 看着飞机怎么出伏 你自己顺着吧 飞机四伏 最重要的一半还没拍摄 好好好 经过多番尝试 王俊凯牌纸飞机终于问世 兴奋的他与同学们 来了场纸飞机大赛 大家都是在一个比较欢乐的氛围 去完成这样一个拍摄的 中间这个师兄 你要偷看小凯的梦想 他不让你看 他给你捂住 好吧 加点戏 好 来 好 来 师兄 偷看 偷看 那当天好像坐在地上 是让你们写梦想什么 你大家有想好写什么 我写了一个做人民的艺术家 酷 好 下一组 我觉得五四精神呢 就是激励我们这样的青年人 去更加积极的去报效祖国 就所谓少年墙则国墙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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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